市長今天也要減海的內外 但你覺得這樣實際上跟流暴的港幣 有什麼問題嗎 中國定海警法讓周邊的國家非常的震撼 同時這種片面這樣子的 要做海警使用武力 對周邊國家的緊張壓力會很大 所以基於共同理念價值 維持區域和平穩定 大家一起從各方面來協力 就是為了維持和平 也希望中國不要一直加深區域的緊張 我是覺得很多人不知道是怎樣 總之我們很希望像中國這樣子 對人權不尊重 全世界都大家看在眼裡也都以抵制 台灣在第一線其實受的壓力最大 其實最知道中國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是很不好 也被全世界抵制 有些人如果是認識不清 或者是基於自己的利益等等 我們也希望能夠早日看看 今天我們維持民主自由 是多麼的不簡單 像香港這樣失去了民主自由 被中國一步一步加壓 那種日子 幸好我們覺醒的早 台灣需要大家團結一致 共抗外敵才是